面對現時環球市場的情況 很多中小企都希望進軍內地的消費市場 怎樣才能在內地設立零售點 早著先機 貿法局中國商務顧問譚思樂 分享在內地設立零售點的心得 Terence 現在在內地設立零售點 有甚麼竅門 其實在中國加入WTO之後 中國亦承諾了開放零售市場 今時今日無可否認 外商在內地開設零售公司 比以前簡單了很多很多的 以往內地未修訂這個法例之前 做零售公司一定要中外合資 而且中外合資當中 內方 即是內地公司那方面 一定要做大股東 再加上那個註冊資本 五千萬人民幣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數字 隨著新的法例出台之後 這些東西其實已經取消了 現在做零售公司 是容許外商做獨資 合資 甚至合作的 在那個註冊資本裏面來講 根據內地公司法例來講 最低的註冊資本 單一股東的時候 是10萬人民幣而已 但是在這個註冊資本裏面 因為內地不同城市 也都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絕對不會好像以前要求 就是註冊資本五千萬那種 那麼大額的了已經 那審批手續也都簡單了很多 甚至乎有一些城市 現在它都做一些行政的改革 將很多的部門拼在一個部門 令到這個程序已經簡化了很多 是否要和內地的相關部門 拿到進出口經營權之後 才可以做零售的呢 手續又是怎樣的呢 如果在內地做零售來講 不同的產品 我們做的零售商要注意一下 因為有一些產品 內地是需要拿一些零售的牌照的 譬如我們做包裝食品 我們要去工商部門 拿一個賣包裝食品的牌照的 這個是在經營方面要特別留意的 在產品上面我們都要留意的 因為有一些產品 譬如說好像化妝品 在內地來講 賣化妝品 它要拿一個衛生許可批件的 那麼這些產品上面 我們都要留意一下的 進口貨和在內地生產轉內銷的產品 在審批方面有沒有不同的呢 這個差異都比較大的 如果譬如進口貨來講 我們正式清光 曝光所有批文 如果有需要的 我們處理好之後 就可以在內地裡面買了 但是如果我們這些貨品是轉內銷 所以轉內銷很多時候 是指我們在內地的工廠生產 但是在內地工廠裡面 特別是香港的工廠 在內地裡面有兩種形式的 一種我們叫做來料加工廠 一種我們叫做外資廠 外資廠裡面它入口的了件 其實已經完了稅的 完了稅之後 它們做內銷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是來料加工的廠 它要轉做內銷的話 來料加工廠有一些了件入口的時候 是暫時不打碎的 它們是需要和有關的部門裡面 申請解除監管 以及補回關稅之後 這些產品才可以轉做內銷的 Terence 在CEPA實施之後 香港中小企 可以以個體工商戶形式開業的 手續是怎樣的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來的 內地做個體工商戶 就等於我們香港 就拿一個商品登記這麼簡單的 手續亦都很簡單 首先我們在香港這一方面 就找一些中國委託公正人協會下面的成員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香港的律師樓 做一個公正文書 公正就是我們香港的身份證 以及我們的回鄉證 內地來講 首先我們就要確定我們那個 鋪戶在哪裡 然後就去鋪所在的工商部門 做一個公司名的登記 以及拿一張表填表 這樣就可以了 來個體工商 我們來一個投入 這個公司 是我們的預約 功能 就這樣可以了 我們來這次 再說 我們說 會有 我們來 像